网上最近都说这个给红十字会捐款 有人捐一分有人捐一毛 然后不让捐了是吧 我这人有幸在红十字会旗下的两家公司打过工 09年的时候我在河北省霸州市盛坊镇华美家居有限公司 给红十字会做帐篷 这家公司是干铁翼的 就是做帐篷支架 铁管 黑活 09年 10年好像是海地地震 然后红十字会捐了是600个帐篷 600个帐篷应该是3000多个箱子 我们做一个箱子的手工费 手工费是5块钱 5块钱一个箱子 那个帐篷的采购成本我不知道多少 但是总价值我知道 一套帐篷是3万7就一个最简易的帐篷 采购价格是3万7是红十字会给的那个 给的报价3万7 其中铁管这一块是华美公司生产的 那铁管分成四包包括小件快插的那种铁管 震粗四寸的 不是四寸四寸说多了 应该是一寸一寸半的铁管 一寸半的铁管 那个铁管 应该是总重量70斤吧 差不多70斤 我一个人轻松提动 70斤的铁管配了一个帐篷布 采购价格是三万几 然后2015年 2015年我在北京市密运区科技路甲50号 北京市北陵汽车改造有限公司 它是生产救护车的 我在那工作了两年零点 999公司采购的救护车 是奔驰威亭和灵特324这两款 其中这个奔驰底盘是福建生产的 是货车底盘 灵特就是威亭 奔驰威亭是福特的 是那个货车的底盘 货车底盘没有座椅的情况下 采购价格是18万6一个底盘 大约啊 我说的不太准 然后经常改装 切开顶子 上面扣一个不锈 那个玻璃缸的盖 然后里边用那个发泡板 做的柜子 我就负责做柜子 做完了柜子以后 交给999公司的采购价格 应该是90多万 有的100多万 其中最贵的一个东西啊 其实还不是车 是单价 是单价 就是救人的时候 抬着那个单价 底下带四个骨骼 那个价格很震惊 15万以上 一个单价 当时过我们震惊了 我们的工资只有几千块 那时候我就想 我操不吃不喝 我工作三四年 买不了一个单价 哎呀 更离谱的是 老总让我们去那个 999公司的总部 一个仓库 啊 那个仓库是在 好像是昌平 因为我是坐小车去的 我不熟悉路 我也没坐公交车去 具体是哪里 我搞不清楚 我们去看人家一个 重庆产的一个 奔驰货车底盘 他那一个是一个奔驰的货车 采购价格应该是在28万左右 是一个货车 但是没有箱 然后重庆什么马公司 做了一个箱 箱是铁管汉的 看完了以后 里边有一个50多英寸的电视 一个锯末板压的那种 最便宜最便宜的 那个办公桌 有八九台电脑吧 咱就没了 其中最贵重的那种 就属于一个电视 那一台移动指挥车的 采购价格是1280万 就这么富的流油的一个公司 我在北陵上班的时候 可扣了我两个块钱 没给到现在也没给 然后那个 灵特三十四 灵特三十四 采购价格应该是110多万 那个车底盘贵 底盘30多万 其实里边的改造成本很便宜 5万都花不了 但我搞不懂 我说这车成本40不到 怎么能卖120多 而且好多灵特三十四这种车型 很有意思 我在那工作两年 第一年装的灵特三十四车型 回来做保养的时候 只有三百多公里 还是从工厂开到他们总部 马上开回来 以后做保养的时候 我看了一年来的车三百多公里 真是一个大企业 你想象不到 所以很多人质疑那个靴子和捐款 没有意义质疑 那靴子几十块钱 我感觉采购的很低调了 非常低调 各位全国老百姓 我在现在在狼房市八州市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确实是为上游泄洪 为保北京 为保雄安地区 泄洪泄到我们这家也淹了 厂子都淹了 然后现在中央新闻报道 我们这边是那个什么 说是我们这边下雨下落了 然后我们这边家里的 有支援者有老人 全部是我们附近乡村的人 然后就是看着皮静 冒死连夜 冒着生命危险 把家里的老人全部救出来了 然后要是新闻报道 我们说是那个什么 说是救救生队 我们这边淹了 是好几十个村 然后他们只去了四个村 然后就说要是新闻报道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报道实在是不属实 现在我把这个视频发出来 然后大家看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 家也没了 全部都没了 全部的家长都没了 大家都看一下 现在有没有人